我是Hi-Chang 今天要介紹Sense.TW這個項目 剛才有提到2014年我有一個舊的概念 叫相關關心理 那時候是因為社會議題很多 你要釐清社會議題非常困難 所以那時候想來改定是做一個追蹤跟分析的系統 那今天是2018年 所以往前進步一點就是 其實我們可以去想政策到底是怎麼來的 那政策的規劃可以更充分嗎 那這樣也許我們社會增益就可以更少 所以在經過一段時間的調查了解 我們現在有一個政策的流程圖 當然是很不完全 那Sense.TW想要做的事情是 在政策規劃以後實行下去加上一個feedback look 讓上面的長官們知道說 你的政策到底為什麼block 那實際上會有一個溝通落差 就是政府關係是不了解 議題重點很難了解議題重點是什麼 然後為什麼民眾不了解所謂的政策籃圖 然後從下到上面的意見大家怎麼收斂 那事務官會跟政策分析師 他們因為必須要疲於救護 就是回應民間的那個爭議 那還沒有時間好好做政策規劃 還有就是網路上的意見過去找不到 很難找到真正的凍結 那現有的網路與其系統 他只能分析什麼議題是比較重要的這樣子 所以我們現在想要做的是建立一個 可以讓大家對一個議題有 common ground的資訊穿結的系統 讓社會議題可以跟對應的政策可以做媒體 那討論的時候可以基於事實 而不是沒有主證依據這樣子 那我們會希望之後可以政策的制定流程 可以是人民跟政策公司 然後瑪迪斯德爾厚德 那他可以依據現在的執行的feedback 去做rolling滾動修正 那討論可以依據證據 然後要有keagro 就是可以找出主要的keagro 那concept在這裡 就是他是一個多門的整理系統 那你可以針對文件去做標註 然後摘入重點 然後你依據議題去做文件的分類 正點的分類 然後再去排列出他的議題脈絡這樣子 那最後希望可以做到自動的論點 就是收聽 那今天想做的事情是 整理Git的reparcer 讓社群可以更容易參與 然後聯絡方式在GVsec的頻道 那歡迎工程師或者是對政策分析 社會議題整理有興趣的人可以來聊聊 謝謝 謝謝